小詹从小就是个太便 老爸给他说油的费点是250度 于是他就把手放进了油锅里测温度 吃饭时给他讲儿童笑话 他心里想的却是给老爸的脸来上一拳 长大后的小詹更是觉得学校无聊 于是萌生了一个更太便的想法 想干掉一个大型哺乳动物 虽然这样的对象不好找 但还是被小詹给找到了 丽萨作为学校里的第二个太便 因为没法接受同学们就在眼前 彼此之间说话却还要用手机发信息 一气之下就砸了手机 当她看到远处的小詹没有玩手机时 丽萨果断走上去搭讪 对于丽萨而言 她认为也许和小詹在一起才能拯救自己的生活 而对于小詹 回家的路上 丽萨问小詹 我可以去你家吗 小詹的脑海里立马恼补了作案的现场 便一口答应下来 她将丽萨带到了家里 可没想到父亲却意外在家 不过小詹的父亲很开心儿子能带女孩回来 因为一直以来他以为儿子是弯的 两个太便相约第二天再见 理由是小詹明天要帮丽萨看看她度几眼是什么样 还没等丽萨到来 小詹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开始排练了 然而此时本该出门的丽萨却发生了一点意外 母亲让她别急着出门 因为家里举行的派对需要人帮忙上茶水 丽萨没法拒绝母亲 于是只能在派对上当起服务生 可就在休息的时候 继父竟然夸丽萨的衣服好看 甚至还摸了她的腰 这一幕恰好被拿久的母亲看见 原来她早就知道继父是个轻浮之人 可母亲为了继续住大别墅 故意选择了视而不见 这个举动压垮了丽萨留在家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一点也不想留在这个家了 丽萨伤心地去到小詹家里 她找着话题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而小詹却在想着何时动手 就当她要掏出匕首的瞬间 丽萨提出一起离开这里了 两个太便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 比起杀掉什么 小詹其实更渴望逃出士族下的生活 就这样两人一起拉开了房门 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小詹看到父亲的那张笑脸 一拳就打了上去 实现了小时候最浓声的太便想法 我认识不认为何我们要去打她 我认识了我的父亲在身边 然后他拖了他的车 然后那一拳就像一个好处的地方 谢谢大家